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报处就未算很快 一报处不快 你先让昔物帝国走出来 你要过它是比较难的 而且它一直跑新鲜 特别好 上国一出就上名 转马房一出就上名 隔了几个月 上国一出就上名 但是接着下来也要小心一点 是的 可以走样 我跟它没什么缘 结果因为没什么缘 这场就被它搞我当摊 一直在前面控制着慢报处 是 后面就是变数 我觉得这场的变数就不太好 其实可以跑得更好 他失了位 有马封住他 外面那只是是必非非 涉恩封住他 潘顿是对控着涉恩 皇帝金 两个澳洲骑士 封了杨明伦的变数在那边 因为变数一直出的 比较轮尽 他需要多些空间 他在那里想摄个位 打算撞出去 但是外面的皇帝金 可以上来 但其实直到的位置不太够 不够的位置上去 但是外面的皇帝金 有点压下去 所以他又要抽出来 皇帝金外面再走 它是一只变速比较慢的马 你看脚发脚比较外板 但是也算是跑得第三 好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镜头 其实这场赛事都可以跟障 即是星梦帝国 究竟下次会不会可以交到 那么好的前速 因为这场看见拉斯直路的时候 都比较好看 我觉得星梦帝国 即是要给一场更快的捕捉 他能上名的让我看看 从来都做不到 之前 他上季的职一上完名 那两场就走样 是啊 因为捕捉快了 或者有对手 跟他抢了一堆 他就没什么运行 有时候说跟进 都不知道是否继续好 这只就未必了 加上金密码房是大博杀的 其实一直看 你看到皇帝金直路 他又不太转脚的时候 有点耐斜 又继续进去 吃了变数的位置 对 就搞到变数没有位置出 脱失了 但是整体来说 都是前置那四只回来 包办前四 正路的 其实这几只马 贴四只都是这几只 其他的都不够水准 应该是 年花光玉 Donald Poch 今天之前有两只上名 但是这只马出来 还是很生的 还扔了潘明辉 还要 很暖龙 他还是 整体的步速不算快 比其他场次 这一场好像就清楚一点 这就是皇帝金吃了变数的位置 是 他又要再抽 要再抽出来 我明白了 影响未必很大 不过它是一只变足比较慢的马 老实说 包裹赢的是皇帝金 我看着 未必是很厉害的马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 头马照片 结果就是皇帝金 已经赢了 分段时间 头段13月96 第二段22秒01 第三段23秒15 每段22秒64 总时间1分20 因为7分6 其实整体时间不算快 好 看看分段时间对比 第四场的五班赛 还有第五场的四班赛 都见到第四场的第二段时间 开到21秒32 也挺快 所以第四场 戴在前面的马 怎么回来呢 21秒32 你比四班更快 那么多 当然连不到 那段都快了 不过这样 这场第四班 第五场 因为始终 它不是部速很快的赛事 还有升梦帝国 不是特别厉害的马 皇帝金紧紧赢 还要被升梦帝国 迫上来的话 这个皇帝金升一班 要小心点了 如果没有进步的话 多难得三班 继续可以有成绩交出去 也是第一次上饼 即是赢马 之前比赛都没有 是的 第五场 皇帝金赢了 不过在之后的场次 看到陈家晞开齋了 很帅 今天不知赢一场 一赢赢就够了两场 没错 今天起了个孖 看到家晞成为大师傅之后 究竟他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和今天的手马 我们看看鞋子方 其实今天我都不是说 对今天的座 其实都不是说 抱太大信心 但是始终 跑马这行 你有得跑 就有机会会赢 獎金大王 因为一开始 这只马 韩哥没有安排他试杂 一开始都会觉得 他会不会不够合适 但是我都跟马主和韩哥说 我有信心的这只马 其实他这只马出门很快 出到去 摆到头 就博走 那就OK了 我也预计他可能会跑得好 你认为今天陈家晞的两位 其实整体上 发挥都可以说是一绝 那边非常之好 赔率更加好分 究竟马迷如何去讨论之后 其他的马匹 我们又看看马迷讨论区 好了 果就说了 为什么超音鼠直路的时候 马头另来另去呢 其实是否真的这样 有镜头都可以看看 我们看看 有一个直镜 是不是真的另来另去 有点的 是有的 不过留意 它另来另去的时候 其实莫来拉是在分居用的 是的 抽右边姜城 马头又向右 左边姜城又向左 不过这只马一向都是 其实它的脚法不漂亮 它有一些鬼鬼祟祟 但是阵上它就交了出来 就是看神操 经常都不说特别 很喜欢马 但当然它交了成绩 上回是会赢的 今天初跑来地 很多朋友谈论过 它在外地 赢过胶沙地 那行不行呢 应该都香港的 泥地都可以吧 不是场地的问题 要想多一点 就是因为上季 它赢了马之后 加了榜 接着第二场 它不是打搭赢得下去 那场马就回来有少少弱势 其实今天的磅 再重一点 背到130磅以上 有时跑马 除了考虑那个 场地因素之外 它那个负磅也很重要 去到一个评分 是否吃得起 或者那一刻 它可以担大得到 这一点大家也要留意 而且我最记忆的一件事 就是潘顿很熟悉 一早已经不奇怪 这一点真的 大家要多一点留意 是的 另外陈嘉熙的访问 也有提到 风亡快乐 他建议他用眼罩 大家如果见到 风亡快乐 下次用眼罩的时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 他沿路的走位 会是怎样 OK 那我们看完 骑士访问之后 次月下来 我们马上看看 第八场的赛事 第八场的沿路 就位都可以在这个时候 看看草地三班千亿的屠城 这场短途 留意 好运宝马就赢了一匹 落满贯 大家比赛的排档上 影响这场赛事 赛果挺大 落满贯 早段是迷不来的 一直拖拖拖拖 拖在后面 我们刚才看过跑道分析 今天你这样跑 真是惨 真是等于阳赛 那你迷不来 还是灰马同乐日 抽了一个不好的档位 也算是这样 但我觉得他三班都有能力 可以赢 但一当那只 安居平路 好运宝马好迷 前面一队 走掉了一点 内栏又不变 又不用抢口 又够松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真是 正 没有什么依求 没有什么依求 所以站上来 又好像潘顿 那样 直路还没有用力 站着 这里还是推一下 推一下 好像神操 你看到他沿路走 三班可能还可以再上 法财部 打边打到 他现在才在那里 开苗灰马 一只同乐日 空有成竹 马群中间 有一只上来 那只起奥龙初出 有些惊喜 起奥龙 而且他后面那只 10号 在电源之区 都追了很多 好了 我们看看另一个镜头 直镜 灰马 迷不来 南保同乐日 其实这只马很赤全 潘顿是英奇的 这只马都很赢 因赤全 但你亏不起 这样的爆发 没有办法 那些机会马 顶着他 都差点运气 所以到现在才得到一边 后面那只起奥龙 在后面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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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绿色衣 其实他一同化试习 两货都试得好 但问题是他在香港没有试 看不到 不过他能力是挺高的 就这样看下去 有点生 最重要是健康 我想跑完之后 大家留意一下 健康的情况 如果健康正常的 这只马都超超的 好了 直路了 这只马在外地跑很少 健康 你主要是看他的操练 正不正常 现在还有一点片片 原来在他后面 那只电源之驱 没有位置 跟着他马尾 是的 结果就严格来说 跟到重点 是的 也没有什么 看过奇哥 一当的好运宝马 就顺利静张 赢了 真的有点东西 电源之驱 其实他在那个位置 我没想过他能追回那么多 是的 有点惊奇 我们先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是23月81 第二段是21秒97 末段是22秒61 这一场总时间是1分8秒39 好了 看完赛事片段之后 丁郝今天很厉害 起了一个码 好运宝马 究竟丁冠豪如何评论这一匹马 我们来看看连马斯访问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马 如果他发挥正常的话 应该是赢的 所以也不是有什么惊奇 但是我觉得这一只马 如果他继续进步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二班都有机会的 其实接手了这一匹马 丁师傅 其实这一匹马本身 是否一来你那时 健康都是一切很正常 已经做起来 一匹马健康正常 其实来的时候 其实状态已经很好了 我只不如继续他那个状态 和健康 其实他之前输的那几场 其实很不幸运 排过档位不好 就变成了资长前面走而输 是个运气问题 来到那里很幸运 两次都排过好档位 跟到好位 所以就会赢到 我觉得这一只马 就算不转仓不成 我觉得他也是会赢的 很多谢马主这么支持 好运宝马 其实看到转到丁冠河马房之后 一加了个开逢眼罩 好像变了新 上一次的赛事 即今天看到的片段 就不是只是归构于好档好运的 我觉得形势上 好像马匹的能力 都不止是三班那么简单 其实这只马 未转马房都已经赢了一场 不过赢了一场 可能都不是很满意 上季尾转到丁冠河 一出就赢了 其实这四班赢了 这些不是很棒的对手 不过姿态就很轻松 所以今天我对他 都觉得应该克服 这三班难度都不是太难 有个二档 有个一档 结果章而拉就赢了 姿态很轻松 现在看来就不是说 黑不克服难度 买了三班 都绝对是中坚以上的恶马 看着今天就未用尽全力 都够赢了 不过就这样 也要计算 主要对手的排档 真的不好 落满贯又重磅 同来也是重磅 两者都排外档过 也都看到他们排了中外档之后 影响有多大 如果说好运宝马今天跑多 其实落满贯今天都很厉害 一路拖 拖到后边 在那个位置追上来 今天不是很多马做得到 揹着133档 可以过回同浪日 我想这些落满贯 抽一些好些的档位 随时赢得马 我想他都输得不太好 因为高冬离季初 如果大家留意过去多贵 很多马试杂试得不好 他突然有时一声都跑得好 所以高冬离季初 有些冷冠有些分头 但是这只落满贯 他是试杂都试得好的 试杂都好的 当然是信心十足 但是预约就比他更惡 是的 看到落满贯和同浪日 之前同场赛事一起跑过 要不算这场赛前没有试杂 可能大家想多一点 但是看上去 好像大家的能力上都挺分明 有只马头银提过 起奥龙 好像今次赛事初出 那个表现不错 会不会之后冲得更加多 或者看到他家程 继续跑这个路程 大家都去继续跟进一下 因为他好像很BB 出脚还是很乱口 但是今次初出 在内南缩下缩下缩上来 那小头真的挺好 他来到香港之后 我觉得他那个进度 比我预期来得好 因为他在外地的赛职 就不算很亮丽 他跑过一场 属于柱里马赛 赢了就来了 来到香港之后 因为他在重化多 看重化的片段 很早就说 走势这么爽 今天下场 配搭上 我有点担心 当然霍宏星不是太熟地头 但都追倒上来的话 我想这马可能两场 三场左右 再提升这些状态 在这些三班 不是很厉害水准的组别 应该都可以发挥作用 另外第九场赛事 转马房的聚财 去到希斯马房之后 转仓即是赢马 一千米就缩下来 缩程赚级 真的有 因为这次一千米 对手都不是弱 知道再胜都上来 已经 是的 有些惊喜 转马房之后 继续有好好的状态 另外其他马匹 带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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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再胜 可能都有一点借口 但想不到这场直路赛 好像中间场地的马匹 上来的势头都挺好的 好了 那我们这场赛事 大概第九场的二班 一千直路就研究到这里 休息回来 我们来看看其他场事